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天自有安排 人生在世 总有世事纷扰 心里无法安静下来 就会有很多烦恼找上门 心里无法放下欲望 就会有很多沉重的负担 很多东西你越是想得到 就好像越难得到 很多感情你越是想抓住 就好像越会离我们而去 太多的二不得 让我们无可奈何 很多人 一旦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 就会满口抱怨 抱怨命运对自己不公 总是给自己使绊子 抱怨环境对自己不友好 总是让自己陷入困境 抱怨别人太冷漠 不愿帮助自己 其实 上天对待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 你所遇到的困难 别人也会遇到 你所得到的东西 别人也会有机会得到 上天不会额外给你多一点时间 也不会对你多一点组织 你所烦恼的一切 其实都是源自你的内心 心态不平衡的人 总是会抱怨外界 对自己不友善 而不会反思自己 是否做好了自己 心态好了 人生的状态才会更好 人活一辈子 没有必要想太多 心里想得越多 自己的身上就背负 越多的负担 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救世主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得管一管 很多时候 我们都不过是其人忧天罢了 人生在世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做好自己 上天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 上天也不会亏待每一个善良的人 你只管做好自己 任何事情都尽人事而听天命 老天自会有安排 努力过 吃亏过 上天都会有安排 人生路上 所有的努力 最后都会有结果 所有的坚持最后都会有惊喜 也许便宜 但是属于自己的福报 一直都在路上 我们只有付出自己的努力 才会有所收获 诚然 并不是所有的努力 都会有好的结果 也许会徒劳无功 也许会得到自己 不想要的东西 但是 如果没有努力 就一定不会有收获 只要自己做人堂堂正正 做事光明磊落 就算自己的努力吃了亏 上天也会在其他方面补偿于你 世间的所有惊喜 都是自己一点一滴滴 努力积杂来 我们无需怀疑自己的努力 人生路上拼的不过是谁 更加努力一些 谁付出的努力越多 那么谁成功的机会就越大 谁吃过的亏越多 谁的人生经验就会越丰富 我们想要获得成功 首先就要懂得放平自己的心态 平淡地接受生活中的顺境和逆境 然后朝着自己的目标 一步步迈进 人生在世 做好自己 努力去奋斗 上天终究会有安排 善良做人 上天终究会庇佑 善良的人 会得到别人的尊敬 会得到上天的庇佑 积德行善 虽然一时看不到 福报的回馈 但是灾难早已远离了自己 我们做人做事 不怕别人欺负 也不去欺负别人 要知道 人在做天在看 无论我们做了善事 还是恶事 上天都看得清清楚楚 是福是祸 谁也躲不过 诚然 我们善待别人 别人不一定会善待我们 但是我们并不会吃亏 因为善待别人的同时 其实就是善待自己 自己就能得到一份心安 善良的人 总是对生活充满着善意 即使在生活中 遇到很多的困难 他们也不会气馁 相反 他们会勇敢面对 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 只要做好了自己 就问心无愧 人生在世 善良做人 就是在积累自己的福报 一点一滴 会聚成自己的好运 所有的不幸 终将过去 未来迎接你的终将会是福气 努力做好自己 生活不会被辜负 在成年人的世界中 永远没有 容易二字 每个人都是这人世间的独行侠 都在为了自己的人生 而努力打拼 靠山 山山会道 靠人人会跑 只有靠自己 才能得到稳稳的幸福 风雨人生落 我们都要懂得为自己撑伞 别人的帮助只是一时的 只有懂得自助 才是最永恒的安心 我们不要有太多的抱怨 委屈了 心累了 好好大哭一场 然后站起来重新开始 人生没有绝路 只要自己不放弃 就会有柳暗花明的一天 我们要努力做好自己 拼搏着的人生 才是最美的人生 遇到困难的时候 不要着急 要多给自己一点耐心 要多一点努力 生活终究不会辜负你 人生路上 做好自己 老天自有安排 愿你我共勉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很感谢您的收看 希望你会喜欢我的频道 如果您觉得分享的内容 颇有益处的话 别忘了订阅 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再见